欢迎收听由UFO社区中文讨论组 《城瓜有声世界》联合出品的《崇高之上》第二期 配音校对 新 剪辑 花花 封面设计 演播 瓜子歌 桃子 小溪 橙子等 军功复合体 当他们测试 他们在二战后 从纳粹 还有外星人哪 收到的大量技术时 当他们正在 概念验证测试阶段进行测试时 他们将这项技术 应用于普通潜艇 然后他们让它从大气层中飞出 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能够驾驶一艘飞船 使用电话学技术使出我们的大气层 他们使用潜艇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他们是自封闭的 服务于此项目的工作人员 习惯了工作离家六个月或更久 他们带着所有的物资 他们有能够处理那些紧张时刻的心理素质 并维持很长时间 该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他们发展的财务和财务计划 用来开始建造 这些长许加行舰队 其中一些有一公里长或更长 并且他们可以通过部件组合 来延长它们 这些部件是模组 就如同现代潜艇里的一样 它们可以拆开机身 并拉出部件 其中一个模块 可以作为实验室 使用三或四个月 或者很多不同的科学计划 然后在下一个计划节点时 模块被换出 然后就变成了一艘医院飞船 再下一次将模块换出 又变成了部队运输件 或者只是一个长途货轮 所以这些飞船是很模块化的 最初它们使用 核电系统 然后它们转向图类发电 然后它们转向零点发电技术 这就是它们目前使用的 这让人完全不敢相信是真的 1942年在这个星球上 就发生了这一切 谁知道这些外星人 来自银河系中的哪个地方 德国成为了 这些天龙人爬虫族选中的国家 为了完成两类任务 第一移除所有在德国 以及在地球上 每一个希特勒不想要的人 把这个星球上的每个男人 女人和孩子 送进奴隶工厂 男人 女人和孩子 用来建造这些 不同类型的 天龙人海军太空战舰组 这可能听起来很疯狂 但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它从这些内部人士 告诉它的消息中得出结论 德国人实际上已经签署了 具有高度侵略性和高度负面的 爬虫类人种的条约 他们称之为 Sorin's赛利安人或Draco天龙人 该条约涉及了 纳粹实际上被赋予了可实现的技术 该技术是用我们自己传统的系统建造的 他们使用了一种拱窝轮机 一种被称为 红拱的拱 水银 然后他们就能够真的离开地球 他们在月球上有一个定居点 他们在火星有一个定居点 他们早在1939年就开始做这件事 甚至在二战开始之前 你可以想象 每个人都认为他疯了 但这些内部人士正在报告 就真的在那 有2.5米高 甚至3.7米到4.3米高的爬虫类外星人 外表下人 体位难闻 在不同的基地 实际指导德国人 如何造这些东西 包括在南极州的那些 跳高行动于1947年 由海军上将理查德 博德领导 公开地说 这是一次科学探索 但真实发生的事情是 这次行动是由33艘船 13架飞机和5000人组成 带着这么多人和船只 这不是一次科学探索 跳高行动真正的目的 是去南极州 并跟除在二战前和二战中 纳粹建造的装置 华盛顿天桥是1952年7月 华盛顿特区 连续的周末时发生的事件 当时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上方 发生了大规模的木机事件 天空中有许多亮光 现在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 不明飞行物或外行人事件 但事实上 并非如此 那是德国飞碟和飞船 飞越国会大厦 并且 基本上迫使美国人 接受许多这些纳粹科学家 进入他们的控制结构 当这些纳粹科学家中的许多人 在二战后进入美国时 再回行真行动中 他们基本上 渗透到了美国政府的媒体 医疗系统中的 每一种差力结构中 差不多渗透了一切 二战后 弗莱斯特前往德国 参观了德国人在欧洲拥有的 许多研究设施 约翰 肯尼迪实际上 陪同他参加了这些旅行 有些人认为肯尼迪实际上是 由弗莱斯特尔提供有关秘密太空计划 和不明飞行物现象的信息 接近詹姆斯 弗莱斯特尔的职业生涯尾声时 他还卷入了美国政府内部的 许多政治斗争 他想揭露 不明飞行物现象 及其相关技术 据说他自杀了 跳出了一座高层医院 他在去世前住在哪 但是 当然 很多人也相信 他被人推出了窗外 事实上 他被暗杀以阻止 他致力于揭露的这些 在UFO项目中的技术 艾森豪威尔陷入了真正的困境 他将火炬传递给了肯尼迪 在他结束著名的 地方军功复合体的 全力错位演讲前 只有保持警觉和知识渊博的公民 才能保护我们未来的自由 肯尼迪以其在海军情报局的背景 和文件显示 追溯到1942年 他一直知道 这些正在发生的幕后行动 肯尼迪身边有艾伦杜勒斯 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找到艾伦杜勒斯正所做的 邪恶活动以后 他终于解雇了杜勒斯 并任命约翰·麦克恩来取代此位置 也为肯尼迪试图调查这些活动 艾伦杜勒斯设立了一个暗杀指令 该指令在被烧毁的备忘录中 被揭示出来 詹姆斯·热苏斯的一个备忘录中提到 他们试图破坏这一切 一名情报人员能够做到 基本上说 蓝色蓝色 肯尼迪的代号 一直在调查我们的活动 这事我们绝对不允许 这个小组正在于 1955年签署该条约的小组合作 所以当肯尼迪向中央情报局局长提交了 一份调查MJ12的绝密文件 关于中央情报局与外星人合作的绝密文件事 他被沉默了 十天后他被暗杀 多年过后 顺便说一句沃伦委员会 总统特别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委员会 肯尼迪著名的整个阴谋体系渗透 并提防秘密和秘密社团的危险的演讲 讽刺的是沃伦委员会 他们说 这是一个孤立行动的枪手干的 这一切都由33阶的共计会组成 之后 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其工作人员 发出一份被忘录 将阴谋论者这个词用于任何体检者 他今天也被经常使用 用于诋毁那些质疑情况 是否真实的人 我们最接近的向全社会公开 技术和外星存在的机会 实际上是在1962到1963年 我被告知 通过联盟的资源 肯尼迪总统 确实会发布一些声明 并宣布 他将采取激烈措施 对付一些正在控制这个星球的秘密社团 因此 他们通过中央情报局 将他除掉 当他以非常公开的方式被刺杀后 该集团以非常公开的方式上台 直到那之前 他们一直在秘密的控制 但从那以后 他们公然掌控了美国的命运 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中 秘密这个词是令人反感的 作为一个人 在本质上 自古以来 我们反对秘密社团 秘密誓言 和秘密进程 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决定 过度和无根据地隐瞒 相关事实的危险 远远超过了 证明他 确实发生的危险 即使在今天 通过模仿封闭社会的 肆意限制来反对他引起的威胁 是毫无意义的 并且非常严重的危险是 官方宣告为了增强社会安定性 将会被扩大利用来 将官方的审查和隐瞒发挥到极致 我绝不允许 在我的权利 控制范围内发生此事 你同时在头骨和骨头 这两个秘密社团里 这很机密 我们不能谈论 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隐谋论者会抓狂 我知道他们肯定会 我不清楚 我还没有看过网络上的反应 332号 我 我 你和不实施大学校友 你们曾在同一个秘密社团里吗 没事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等等 你为什么要逮捕我 喂 喂 喂 有人看到吗 耶鲁大学今年已有三百年历史了 如果你去校园参观 你会看到他仍然拥有一国情调的俱乐部 他们看起来就像坟墓 耶鲁的传奇秘密社团在那集会 录像带透露一个看似自从 1832年以来一直存在的秘密社团的启蒙仪式 其成员已成为华尔街 白宫 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领导人 他们拍到 被称为新手的通修 被迫亲吻一具头骨 然后 成员进行模拟杀戮 罗森鲍姆说这个录影带很有价值 这个极为罕见的秘密社团 培养了美国好几代的统治阶级 我是丹 哈里斯 来自纽约ABC新闻 我们看到 世界各地的人类遗体 都有长形头骨 你能看到埃及 有无数的法老的图像 都有这些奇怪的长形头骨 这包括阿肯纳顿 那幅弟弟和他们的女儿梅丽塔提 在梅丽塔提的例子中 你可以看到为他雕刻的 多个花岗岩半身像 他显然没有头发 并有着这个奇特的长形头骨 记住 这个文明 显然正在建造金字塔石 也制作了这些雕塑 带有长形头骨的人 显然已经将他们的血统保密 并隐藏在 埃及神之人员中 但请记住 埃及从此变得虚弱 他被罗马征服了 当罗马人进入那里时 他们与这些仍然拥有长形头骨的 埃及神之人员 达成了秘密协议 罗马人在梵蒂岗城为他们建造了 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烧毁 但这只是假旗事件 他们烧掉了税务和人口普查文件 拿走了在他们来到地球之前 自己带来的包括书籍在内的所有好东西 并将其重新安置到 梵蒂岗图书馆 现在将目光转向大西洋的另一边 再次出现了一个金字塔建筑文化 在中美洲 在他们的名文中描绘处 有着长形头骨的人 与埃及的情况不同 在中美洲 我们现在有个好处是 有多个长形头骨被挖出来 并且没有被审查 却实际上在玻利维亚等地的 博物馆展出 我们有位研究员叫布里恩福斯特 正在推出长形头骨的新案例 他们正在被进行基因测试 正在被分析 他们与我们其他人的头骨 有明显的生理差异 这些人的大脑很大 发现杂志 在2009年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 在比我们更聪明的 原始人类身上发生了什么 这篇文章描述了 在20世纪初期 在南非博斯科普发现了长形头骨 从而他们赢得了名称 博斯科普头骨 他们得到礼仪葬礼 显然 这些人在他们的社会中受到尊敬 但文章声称 他们的脑容量几乎是我们的两倍 因此 他们社会中的普通人 智商为150 其中一些的智商高达300 这些奇怪的长形头骨 也在西伯利亚的一个 名为厄穆斯克的小镇中被发现 挖掘他们的人非常害怕 他们中许多人开始哭 并离开了工作 并拒绝回来 我们在进一步转向蒙古征服者的案例 有报道称他们有奇怪的长形头骨 而且最近 即使在欧洲 我们也发现了 贵族的坟墓 保存血统的富人 例如在法国 他们也有这种 奇异的长形头骨特征 直到内部人士开始告诉我 我才想到这样一个事实 在梵蒂冈 你会看到戴着这些主教法官的人 那些帽子非常好的隐藏了 一个长形头骨 这些有长形头骨的人 脸上看起来和我们一样 而帽子隐藏了 唯一会让他们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的研究还发现了 一个意大利贵族家庭的数据 该家族来自十四世纪的埃斯特氏族 而埃斯特氏族与梵蒂冈的关系 非常密切 非常奇怪的是 当你看到 莱昂内尔 埃斯特王子的画像是 以及他的妹妹 同时是他妻子的时候 学者们并不知道 他们通常称他为埃斯特王妃 他们俩在这幅画中都有怪异的 长形头骨 事情变得更加有趣 当你追踪埃斯特氏族的后代时 他们留下的血统 就是你所发现的就是 在1714年开始执政的国王乔治一世 是这些人的直接血统后裔 他们在15世纪显然有着长形头骨 然后你会发现 很多早期的英国配偶 即贵族 也是埃斯特家族的直系后裔 更离谱的是 你会发现 挪威 瑞典 西班牙和丹麦的王室 都是同一个有长形头骨的 埃斯特家族的后裔 让我们记住 最近 我们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发现了皇家坟墓 这些贵族们同样拥有 这些长形头骨 如果你认为这只与欧洲贵族的君王权力有关 那你就错了 1988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 完全追溯了 当时40位美国总统中的13位 与欧洲贵族 有直接血缘关系 2012年 一位12岁女孩 名叫布里吉安尼 阿维尼翁 实际上利用互联网和电脑的力量 对美国总统们 进行了更为复杂的家谱研究 在今晚的学校观察上 来自萨利纳斯的七年级学生的故事 声称已经对奥巴马总统 做出了重大发现 他和他的祖父都说 除了其中一位总统之外 是指第八任总统马丁 范布伦 奥巴马总统 与所有美国总统都有关 他发现43位美国总统中有42位 都有一位共同的祖先 英国国王约翰一世 而他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老国王 而是真正垄断大宪章的人 大宪章后来成为 英国宪法的决定性因素 他在夏天在互联网上 花了无数个小时 研究我们总统们的血统 这个项目始于他 试图追踪自己的家谱 我是第一位研究所有总统的历史学家 这几乎是我们曾经拥有的所有美国总统 总的来说 这些人正在跟踪他们的血统 他们追踪他们的世系 来确保自己人 能够进入全球 最高权力和影响力的位置 包括美国 在秘密组组织中 既有好人也有坏人 正义和邪恶人士都有 许多这些秘密组织 当然 涉及非常黑暗的行径 但也有一些秘密组织 拥有知识 信息和技术 以使其不受 深层政府或邪恶人士 或那些会对这些技术 造成损害的人们的控制 其中一些非常著名的精英 噩 名字我不会提 在看这个视频的观众 都知道的那些人 都深卷其中 不仅在一些奴隶贸易方面 而且还参与处理外星存有 并在地球上处理有组织犯罪 以及它与该计划的关系 我会告诉你 多一期主任 作为前洛杉矶警方毒品侦探 该机构长期在 巾帼范围内处理毒品 多一期主任 我将向您介绍 三个特定的代理机构 即阿玛迪斯 爱玛迪斯 Pegas 破加索斯 和Watch Tower 守望台 我有守望台的文件 由该机构严重编辑更改 我亲自接触过中央情报局的行动 并由中央情报局人员招募 他们试图在七十年代后期招募我 以参与保护该国的 代理非法药物业务 为了记录 我的名字是迈克 鲁伯特 RUPPERT 我的确在十八年前提供了这些信息 因此我遭到枪击 并被迫退出洛杉矶警察局 我已经连续十八年保持记录 我很乐意为国会议员提供我所拥有的一件 很多这些精英都经营着很多 金融诈骗 非法药物计划 以拦取资金 提供给他们正在进行的这些秘密计划 他们充分利用了拥有的权限 他们可能已经不会再变老 其中的人 你不知道他们是谁 你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们如果去七载便利店 你一点都不会发现 所以你也不会知道他们不会衰老 也永远不会生病 后代将会诞生 他们会超级聪明 超级强壮 各个方面的生活质量都有提高 我确信百分之一的人正在享受这些 而其余的人因疾病和畸形等等 奄奄一息 他们四处活动 身形漂亮 那只是在医疗领域 然后再想想其他的事情 运输领域 他们用来旅行的载具 家庭安保 所有这些东西 你知道 他就像 现代郊区的某个人 看着一个生活在洞穴里的人 我们就是生活在洞穴里的人 经常发生的事情是 一个精英人士将活到一个非常老 非常成熟的年龄 然后可能会死去 或者他们会在公开场合 死于某种意外 私下里 他们被带走了 根据他们的级别 他们要么被返老还童 要么他们的意识被下载到 与他们完全相同的 克隆体中 然后他们就永远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 随后记录这些项目或退休 这是在项目中经常出现的东西 每个了解内幕的人 都知道精英有权记录这些项目 而且其中许多人从未真正死去 阴谋集团或新世界秩序的深层架构是 一小群非常强大 但精神很有问题的人 他们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 获得了大量资金 大量技术和大量信息 绝对是你们的政客 老政客 掌握权力的一把手们 占百分之一的 董事会主席们 就是这些人 就是这些人 就是那些人 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没见过他们的样子 而他们控制着所有的权力 你参与这些组织的次数越多 你走得越深 你变得越妥协 你开始学习越来越多的秘密教义 你必须非常努力地学习知识 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你不断获得越来越高的级别 并且随着你的继续 他们不断埋下这些种子 种子开始在你的思想中绽放 让你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最终如果你沿着这条路走得足够远 你将被邀请参加 诸如恋铜皮和人类献祭之类的事情 如果你不想这样做 这是你无法拒绝的邀请 他们可能真的会杀了你 一旦你参加了这些活动 无论你喜欢与否 他们现在都可以利用他们来对付你 如果你敢于反对这个群体 他们有照片 他们有录像 那些绝对可以毁了你的生活 这些人大多都是路西法崇拜者 他们会说 宗教就是一个童话 上帝不存在 这些都是假的 但对这些人来说 这是真的 他们服侍于一些非物质存有 他们称其为路西法 我跟那些圈子有过接触 我对这些一笑而过 因为对我来说 他们只是客户 然后我就去了所谓的撒旦教堂之类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撒旦主义 是的 我只是作为游客拜访了这些教堂 他们在做他们的神圣里子 用裸体女人和酒 以及之类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好笑 这些东西我一点都不相信 其中任何东西我都不信是真的 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舞台表演 对的 在我看来 黑暗和邪恶只是由人内部产生的 我还没把这些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作为这些圈子的客人 那些裸体女人 和之类的事 让我感觉又好笑又乐意 生活很滋润 但是某一天 我被邀请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些 我被邀请加入了献祭在国外 那是转折点 孩子们 你被要求去做那些事 是的 但我没法去做 这些精英黑暗神秘社团 献祭和贩卖儿童的原因 首先是与之相关的能量 当一个人 处于恐惧和创伤的状态时 他们会释放一种能量 这种能量可以被负面外星存有 和负面执政官势力获取 他们以此为实 他们真实地以释放出的 充满了恐惧和创伤的能量为实 当这些黑暗团体使用儿童时 因为儿童还没有被心智编成 不像成人 他们更加天真单纯 他们与高我联系得更加紧密 或者叫神我 他们释放的创伤 比使用成年人更强力有效 在精英们参与的这些仪式过程中 在折磨期间 创伤期间 儿童身体中释放的化合物之一 被称为肾上腺素红的化合物 它是从肾上腺释放出来的 在受到高度精神创伤时 这种肾上腺素红 基本上被用作一种毒品 这对构成深层政府的这些秘密社团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件事实际上跨越成千上万年 他们总是为自己隐藏 acculted这些信息 我们需要了解 掩藏这个词的真实含义 acculted在拉丁语中 简单表示为隐藏 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好或坏 它的意思只是隐藏 因此这些秘密社团 已经隐藏了这些信息 成千上万年 他们只把它留给了自己 他们没有与任何他们的内部圈子外的人分享 秘密社团实际上更像是一个 用来招募人才的前线组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会逐渐揭示 你是多么无情和嗜血 只有当你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时 当你和你在兄弟会的兄弟们很紧密时 你参与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入 然后他们开始给你真正重量级的东西 直到当我们全社会共同面对 这些正在发生的真人真事 有一个核心的控制组织 要为这些事负责 我们才不会被注定要让这些人 继续对我们施加控制 如果我们不学习如何相互尊重 那么我们永远不会取得任何进展 我们需要向MeToo运动学习 MeToo是2017年10月Harvey Weinstein性骚扰 事件后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个主题标签 用于 谴责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 字面意思是 我也是 并认识到存在腐败 存在强暴 存在炼铜皮 存在贩卖儿童 存在人类献祭 存在识人主义 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发生 因为有一个隐藏的精英团体 实际上将这些行径 作为他们宗教圣礼的一部分 你是否相信这些人是否存在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在不断地宣传自己 他们将魔爪也伸向了电影行业 你可以在电影中找到一整套符号 用来展示他们的影响力 他们在电子游戏领域也这么做了 在电视节目中也是如此 他们在MV中更是疯狂 他们在颁奖仪式上也这么做了 其实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 现在是时候 让我们高举双手脱离困境 明白即使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 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现今仍有人 积极地这么实践 证据充足 但人们不希望看到证据 因为它如此令人沮丧 在我们对当下的对抗的迷恋中 我们经常忘记将所有人类团结在一起的程度 也许我们需要一些外部的普遍的威胁 来让我们认识到这种共同的纽带 我偶尔会想 当我们面对来自地球外的威胁 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分歧会多快消失 然而我问你 我们中间不是已经有外星人了吗 喜欢本期节目 请订阅 点赞 分享 您的鼓励才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节目 万分感谢